左下腿痛 我有看到了避免金刚 这个避免金刚的那个 主体很重 主体很重 主体上面有个洞里面还丢了很多水在里面 它也没办法把水取出来 这个水一直在它那里面 在主体那边 晃晃的 这样的话 主臂就比右边重 正在回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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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 三肢拉得就上去了 回去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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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 在五六百年之前 有见的这批 见的这批 变形金刚的 因为在五六百年之前 地球上的核物质 从其他地方飘来的核物质 又开始接力量比较大了 接力量比较大的时候 飞链经常现在会过来 过来 过来 检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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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检测的时候 飞过来的时候 会不小心把天人的银 他们在银上走的时候 天人的银就散掉了 散掉以后 发生的概念比较大 所以那个时候 他们就想到了 造病重金刚去救援 因为他们就 造的时候就没造火 也就第一次造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造 没造火 所以引出来的问题 引出来的问题 那就知道了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好 知道了 那时候飞链已经比较多的 在地球上活动 来检测浓度的时刻 就把银卷掉了 就是天人的银卷掉了 那么飞链经常出现的 为什么出现 现在知道了 好 好 再见 再见